各位記者朋友 歡迎你們出席今天的新聞發佈會 今日致敬研究中心 將會公布一項有關人口政策的研究報告 今日的講者就包括 致敬研究中心主席李國動醫生 副主席劉明偉先生 我們的秘書長謝雲申小姐 還有我們研究及行政總監楊國華小姐 首先我們邀請李醫生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研究的背景 麻煩主席 大家好 歡迎各位傳媒朋友出席 今日我們的新聞發佈會 香港人口問頭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至今自從2012年以後 其實已經開始策劃有關的研究 希望可以探討可行的方案 緩和人口問題對香港長遠競爭力的影響 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的萎縮 人口的質量是決定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預測 到了2030年美國需要2500萬個勞動人口 而西歐就需要4500萬 相當於菲律賓或者越南全部的勞動力才可以維持 而經濟的增長 有見及此 全世界其實都在自力為人口老齡化作準備 積極推出措施 鼓勵生殖生育 吸引和挽留人才 香港怎樣才可以在這個人力資源的競賽中 脫穎而出呢 是政府專家學者和相關團體都希望探討的議題 這個亦都是至今進行有關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但是必須強調的就是 今次這個研究和以往至今報告有些不同 我們並不止在提供即時的短期的政策建議 因為人口問題呢 涉及長遠的規劃 而且所觸及的議題很廣泛 相信沒有任何一套東西是可以即時的政策 可以達至長遠的成果 面對人口老齡化 出生率低 勞動力下降 以及公養比率不斷地上升的情況之下 至今相信香港需要的是 營造理想的社會和經濟環境 以間接而不是直接的政府政策 提高生育的意義 培育本地的人才 以及吸納內地和海外勞動人口 有多個和人口政策相關的議題上 例如雙非兒童 退休年齡 輸入勞工和中港融合等 社會都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 客觀地討論問題 找出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方案 我們期望至今的研究可以引起更多社會的討論 因為人口問題影響深遠 再不正視 只會令香港漸漸失去國際級都市會的優勢 社會必須將眼光放大放遠 才解決人口問題的根本之道 現在我交時間給我們致敬副主席劉明偉先生 他也是這次做這個研究的趙大人 讓他詳細介紹這次的研究 很感謝主席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主席剛才也提到 人口政策這個課題 是一個很長遠很寬的課題 其實我們這次這份研究 和以往是比較不同的 人口政策本身是一個 有些太過寬的標籤 人口政策這個標籤下面 包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重要課題 例如勞動力 例如移民 例如人口老化等等 無可能 任何機構 任何政策無可能 一份報告裏面 包含了深入地 包含了全部相關的課題 我們這次這份報告的另一個特點就是 和以前的報告不同的就是 我們以前的報告可能是 去識別一些很實際的問題 很容易觸摸的問題 而去推薦一些解決方法給政府 或者給公眾 這次不同的 這次人口政策 其實去研究人口政策的難處 是在幾方面 一來 我們說的那個time frame 是十幾至二十年 我們這份報告的目標time frame 就是2030年 我們其實是寫著影響十六年後 研究十六年後的事 其實任何人說 他們可以預測十六年後經濟是怎樣 政府是怎樣 他們最多是做一個統計 預算出來 沒有人可以很實實在在 很準確地 預測這麼多年後的未來 那麼我們也都不是去嘗試 預測2030年世界經濟 國內經濟是怎樣的 反而這份報告是一個高層次 high level high level少少的一份報告 其實是想識別回我們認為 重要的課題 而在這些重要的課題裡面 識別回出來 我們認為怎樣解決 一些大方向大原則 就不是打算推薦 一些可以即時投入施政報告 或者財政預算 或者短期可以推出來的短期 即時有效的政策 人口政策的問題 人口政策帶來的問題 是一個長遠的鬥爭 不僅是這一屆政府 不僅是下一屆政府 是跨很多屆政府 我們今次這份報告 也都目標對象 不是單單是特區政府 而是包括各政黨 各社會團體 社會人士 為何因為香港特區政府 要推出一些有效 去舒緩人口問題的設施 是需要社會有共識 是需要立法會裡面有共識 所以我們今次的對象 不是單單是特區政府一個 而是各政黨 各關注公共事務的團體 都我們很希望他們會聽 和讀我們這份報告的 我們這份報告的目標 其實是去研究 去研究2030年 香港人口的profile 它的老年化問題 它的勞動力 到時大概是怎樣 其實這些資料 統計署也是有 統計署也是有 去統計出來 我們也不會特別花太多時間 去重複同一個exercise 我們也會看回周邊國家 周邊國家 或者其他海外國家 他們怎樣去 他們怎樣去面對 不同人口政策裡面的課題 的方法 也都我們去研究 他們面對的方法 他們的解決辦法 有沒有效的 那麼我們後來也會 做一介紹這些不同的例子出來 我們那個methodology 其實是分四部分 的確都是做很多 desktop research 基本的研究 第二我們其實就是 聽取它的不同 不同的人口諮詢的會 那裡總共四場 深入的interview 的對話 我們其實總共做了17場 而focusgroup 不同界別 不同類型人士 聽取的意見都做了四場 那麼我們去收集資料 這個我們認為是做得挺充足的 那麼人口政策其實是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人口問題 我們面臨 我們面對著四個問題 一個就是生育率偏低 第二個就是我們那個dependency ratio 是越來越高 第三個我們那個勞動力 是逐漸會這樣縮的 第四個就是 因為我們越來越難 越來越面對多挑戰 去吸引和挽留人才 但是這四樣東西帶來的經濟後果 是我們的productivity 自然地是會降低的 我們的GDP per capita 因為你的勞動人口 縮緊的話 也都是理論上會降低 人到時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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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 這些東西是需要政府的開支 但是同時間 我們政府的收入 未必會和開支 有掛握的升幅 第三個就是可能 因為這樣公共服務 來醫院、老人院、教育 房屋等等 那個quantity、quality 質量和數量 可能會面臨一個倒退 剛才說到生育率 生育率香港其實 跟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是偏低 跟世界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是偏低 專家一般都認為 2.1 是一個所謂的 natural replacement rate 2.1是能夠彌補到自然流失 香港 2011年的時候是1.2 而政府統計出來的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不會 升得多過1.2 另外我們那個dependency ratio 這個也是Sense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統計處 估計出來 我們從2011年 老人家加小孩 是333 到2031年 是會578 這個升幅是幾驚人 是73% 這個升幅 因為我們 人口到時是會大概 預測是800多萬人 但是那個勞動力 預測是會得350萬人 變相我們那個勞動力的參與率 所以那個勞動力的參與率 是由60% 會跌到51.9 假如 假如我們想 保持60%的話 我們是要 我們是要 找回 54萬9300人 出來做事 是 15至60歲 那些人 其實大部分 想出來做事 有人出來做事 都已經在做事 換言之 你想 保持60%的參與率的話 你是需要 在65歲以上 抽 多些人出來 來填 這54萬9300個空缺 這五點 我們 五點 有五個大方向的建議 而這五個方向性的建議 亦都是 我們至今未來這幾年 研究課題的重點之一 包括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吸納多些移民 融入社會 亦都是 除了外來人 外來人 人才和人之外 亦都想 提高本地人 生育率 和勞動力 第三個 我們關注的就是 泛於三角融合 第四個就是 我們其實時間不多 時間不多 我們是要開始計劃 老齡化這個問題 第五個就是 以上全部都要錢 以上全部都要花錢 財政負擔的壓力 會很大 香港不是沒有錢 但是要開始規劃 開始計算 這五點我會慢慢講出來 我們看回移民入境政策 其實大家看到 這個chart 我們沒有寫到單程證 2012年單程證的人數是 五萬四千六百四十六 換言之 香港選擇人 即是 第一五行 你看第一五個類別 香港刻意去選擇人 是佔十六個巴仙 人選擇香港 或者有人幫香港選擇人的話 是佔百二十四個巴仙 這個是顯示香港的移民政策比較被動 香港移民政策比較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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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八十四個巴仙 包括配偶 dependent visa 包括 employment visa general employment policy general employment policy 是跨國集團 或管理公司去選擇海外人 就不是政府刻意去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自由 自由經濟 自由發揮 這樣的做法 然後還有單程證 換言之 香港政府刻意有些什麼計劃 有些什麼入境政策 特別好像來投資移民這類 真是刻意去想吸引某些人的 只佔十四個巴仙 所以十六個巴仙 因為比較被動 和我們認為未來不可以這麼被動 香港和一般亞洲發達城市 例如首爾 新加坡 東京 差不多 其實外籍人士不多 香港出生的人有四百多萬人 大中華的就有二百多萬人 真是外來人士 英美加菲律賓 印尼 泰國其他地方的 只佔香港七個巴仙 這個你比起外國是非常少 我給你看一下 紐約 紐約 在紐約的話 美國以外出生的 佔差不多四成 倫敦都是佔差不多四成 溫哥也是超過四成 這三個地方 特別的就是這三個城市 都有一個很巨型的後花園 有美國 有加拿大 有英國 有很多其他國家 不同地方不同省 來倫敦 來倫敦 來紐約的人 你看回香港 真是在大中華以外 只有七個巴仙 真正外籍人士 只有七個巴仙 超過七個巴仙 這個其實 這個如果香港 真是想造成一個多元化 國際城市的話 這一方面是要注視的 你真是想好像倫敦 紐約這樣吸納 全世界的人 你是應該提升大中華以外 的人才的人 來香港居住的 另外我們看看 其實每年香港 2012年香港 那個出生的出生數字 這個測試 其實內地女士 其實佔我們那個出生率 那個出生人數36%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而你看回外國 你看回外國 這裡有兩個國家 英國和澳洲 其實非本土的女士 那個生育率 是大於本土人士 很多 你見到英國 英國出生的女士 那個生育率是1.89% 非英國出生女士的 生育率是2.28% 澳洲 你看澳洲 其實一樣 1.96% 就是本土人士的生育率 而你看它 它混入最多 新移民的國家 通常是三至四至頭 其實外國的生育率 其實外國的生育率比香港高 其中的原因就是它很依賴 非本地人士新移民 來到他們國家的時候 不停替我們生育率 所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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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遠 如果生活都想保持 某個水平 提高的話 那些數據很證明 是需要 新移民的參與 新移民的參與 新移民生育的參與 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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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社會是一個比較爭議性大的問題 一個課題 雙非 所以其實現在 現在似乎是少了很多雙非 我們亦都社會上是討論 社會上的媒體 是不斷地討論 現在已經生了一股 雙非 小朋友 他們未來 他們以前 現在及未來 對香港公共資源 那個需求和衝擊 之前可能是衝擊症室 接著是幼稚園 過多幾年 媒體就說是中學 大學 然後公屋等等 其實 至今不認為 這是一個單方面 負面的liability 至今不認為 雙非 這是一個純粹的liability 你看回雙非家長的學歷 其實有超級半是高中以上 再加上你下來香港生不便宜 換言之說其實雙非家長 一定有學歷和經濟潛力在這裏 我們單憑去當它是一個負債 或者一個要花的錢 就一定是一個負面的 負面的標籤、負面的概念 既然香港政府法律上是有責任 提供服務給這些嬰兒 我們是認為 為何不要想想 如何把它變成一個雙贏的構思 不要只看負面的面 雙非家長的學歷和經濟潛力 是有正義的一面 其實政府諮詢文件和社會都討論過 吸納回離開了香港的混淆居民 無論是北美、西歐、澳洲 引他們回來居住做事 我們認為這個當然是好 但是我想第一要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吸納他們回來不容易 吸納他們回來不容易 因為第一 一般去到其他地方定了居 再離開那個意獄 未必會很大或很即時 我們純粹想提出 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做的事 如果你看回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去看 有經濟機遇 有就業機會的地方自然會吸引人 包括海外的香港人 如果北美或西歐 再有經濟的倒退 或者失業率高 這些時候可能是 投放多些宣傳 吸引人的資源的好機會 但是我最終想提出 去吸納這群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說到FDH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香港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這個計劃裡面 來自最多的國家 都是菲律賓和印尼 這兩個發展中國家 不會永久性地 處於發展中的狀態 遲早都會變成已發展 遲早 我們想強調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其實這兩個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才 我們可以這樣吸納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這個東西 未必是完言不絕的 去到2030年 菲律賓印尼的經濟發展 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未必 到時未必 那麼容易吸納他們 第二個點是 其實這兩個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才 不是只能夠去做一些 Domestic Helper 這樣的工作 你去中東去敵拜 大部分的服務業 是一些教育水平高 英文很流利的菲律賓男士女士 去擔當 我們想提出的東西就是 這兩個國家 菲律賓和印尼 不是只能夠 supply 一些低技術 for domestic help 他們其實是有其他工種 可以supply 人才給香港的 所以這件事 我們是想政府多些想想 如何利用周邊的好人才 剛才提到香港的生育率低 其實 香港的生育率低 其實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 現在全部國家都 大家都在下降 而我們如果想提高本地女士生育率 我們是做得到的 但是也不容易同時間 叫他們回到勞動市場 其實最常聽的 我們意思就是 女士們 女士們如果想 生多幾個小朋友 亦都同時間有個好的 career 好的就機會 兩全其尾這樣 是非常之難 但是可以 我們其實問過 研究過 討論過 那麼多人 不同場合 其實最關鍵 都是那個 child care service 托兒服務 托兒服務 似乎是 女士們提高生育率 以及 入回勞動市場 最關鍵的一點 而其實托兒服務 child care service 這個也是至今 今年其中一個研究項目之一 那麼其實 其實托兒服務之外 最大的隱憂 最大的障礙 都是錢 我們 你看看英國 英國外面研究的 就是寫說 一個小孩要200萬港幣 028歲 新加坡就300萬 這兩個數目 就是別人 做我們 照 寫出來的東西 香港中產 我剛才計算了一條數目 我計算了一條數目 是大概550萬 一條數目 連通脹 通脹 從現在到二十多年後的通脹 沒有人可以準確地猜到 但是 你當它是4%的話 如果通脹要860萬 一個中產家庭 養一個小孩 連通脹要860萬 不算通脹要550萬 其實最大的隱憂 最大的隱憂 都是錢 養一個小孩 是非常之不便宜 所以 所以 我們認為 你說 你說 其他國家 可能有些什麼 cash bonus 生多一個 就給你2萬元 3萬元 是絕對沒有幫助的 因為 大家 大家 准爸爸 准媽媽都會計算 2、3萬 3、4萬 一個獎金禮券 是絕對 平衡不到 550萬 這條數目 所以 用少少少少 茶錢 來 鼓勵 來 鼓勵生育 是不可能的 我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 其實是最多積極干預 鼓勵生育 的一個亞洲國家 但可惜看到 它其實 一直在跌 除了農年的時候 農年的時候 你永遠都會看到 有個 spike 有個 spike up 但是你看看它其實 推出不同的政策 可能是有少許短期效果的 但是它全面的 trend 在走下坡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鼓勵 這樣做積極 這樣做一些很直接的 積極干預政策 無論你是用一些 baby bonus 還是給媽媽多放幾個星期產假 或者給爸爸多放幾日時產假 這些無助 這些無助 長遠的那個 兩夫婦生不生的那個 calculation 你還是離不開 那個養小孩 那個總財政負擔 剛才提到 除了本地的生育率 是一個問題之外 本地勞動市場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爭議性的討論 進行中 我們亦都不想去針對某些很細微的討論 去作出評論 但是長遠來說 香港只會是一個知識化的經濟模式 我們的教育系統 是應該製造生產多些 靈活適應的人才出來的 亦都是我想社會上 或者社會上 或者學校裏面 是應該貫徹一個概念 就是不應該只是單單想一個Korea 一生一個Korea 應該想不同Korea 分階段 有不同Korea出來 其實教育系統 我們不是說要立刻改革 或者想推薦怎樣改革 但是你看全球 全球其他國家 他們的系統 接下來經濟的發展 最重要都是靈活職應 靈活職應到 可以再培訓的話 永遠都有工作 先說到大豬三角融合 大豬三角融合 其實香港政府已經在某些方面做一件事 例如在境外 在國內買老遠床位 其實so far 只不過是 我們理想之中的冰山一角 長遠香港 是有土地非常緊張的問題 醫療或者其他照顧 或是安老人才 緊張的問題 我們是大力認為 政府和香港社會 是應該接受多些 在內地香港政府提供的服務出來 你說在大陸買床位 或者提供醫療服務 我們認為只要有香港政府提供 香港政府品質保證 香港人願意上去安老或者求診 老年化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但是我想少 在現在的人口正下諮詢期間 反而提得比較少的是 提得比較少的是老年貧窮 那段貧窮不是沒有人提 只不過是不多人說 我們越來越多老人家 那個貧窮問題越來越厲害 現在不再做些事情的話 只會是政府幫我們買單 只會是越來越嚴重 現在三個老人家 已經一個是貧窮線以下 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厲害 我跳一跳下一個圖 香港老年人士的勞動參與率 其實是發達國家之中最低其中一個 所以這裡其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們7.1% 日本這麼多老人家都19.9% 其他國家都接近20%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一代越老的老人家 他的學歷是越低 而其實去延長勞動參與率 所以我覺得 參與率 主要方法就是透過智識的勞動 不是manual labor 不用用力去做 是靠技術 去靠智識 我們升在的智識 其實就是 現在比較年輕的老人家 65至69歲的一群 其實 以及以後會越來越老的人 他的教育水平 是比現在老的一群好 所以其實我們去提高 老人家的勞動參與率 一定有潛力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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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說過錢 我們剛才也說過很多事情 又說跨境的老人院 跨境老人院 吸納多些新移民 其實全部都要錢 就算不做這些事情 我們人口本地 我們人口由700多萬 到203年都會增加到800多萬 條數不耐用 財政司其實已經在做一些 和老年有關的 和人口老化有關的財政預算 我們是很期待很期望 他盡快公佈這份研究報告出來 讓社會有多些討論 到底要花多少錢 現有的稅機 現有的儲備夠不夠 現在去講 現在去講 是想提供一些大方向的建議 我們這裡其實有幾點 英文就簡稱 What we shouldn't do 我們不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不應該做些很短期 即食 即刻見效的措施 因為這些隨時是犧牲一些長遠的利益 第二 第二 我剛才也講過 用委員用獎券來提高生育率 是不可以的 我們不建議 用幾千元幾萬元 鼓勵你提高生育率 第三 很多人都說 要不定一個人口的上限 其實 一個地方 可以容納多少人 是好看社會的資源和經濟發展 香港的資源和經濟發展 每天或每個星期或每年或每個月 都是這樣變成的 很難說今天定 香港資源能夠容納多少人 因為我們能夠容納的人 那個capacity 是一個moving target 所以我們絕對不建議 設定一個數字 香港資源能夠容納這麼多人 第三個就是 剛才也講到 我們的 無論是經濟 還是公共服務的規劃 應該要看 香港境內 一定要考慮 境外所有 有可能的地方 其實 其實我們認為 其實我們認為 接下來這十幾至二十年 有很多重要的數據 重要的指標 是應該 政府要緊張地積極地監視 去觀察 第一 也要講回錢 金融資金 第二 就是 剛才說的 就是 非大中華 第一 就是新移民 非大中華 非發達西方國家 我們其實認為 周邊有很多國家 例如 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 都可以提供不同的人才 不應該只考慮 我們現在最多 新移民來的 兩個類別國家 一個就是大中華 第二個就是 發達西方國家 OECD 第三個 其實現在三個 都是跟人多 隨著人口 老化人口增加 只會不夠 政府雖然設定了十年 的房屋 的目標 但是我們的問題 其實是 不僅是十年 十年已經很遠 但是 我們說的人口政策 這些課題 這些問題 不僅是一個十年的框架 是十五至十年的框架 其實 越早知道 那個真正的需要 所以越早去規劃 越早去做 將來的頭痛會少很多 我們 要做一個總結 人口政策 那麼多的課題 那麼多的帶來的挑戰 那麼多的問題 他其實最終 我都說 不僅是政府一個 做了 是社會上 政界上 要齊心 要有共識 第二個就是 人口政策 這個課題 不是 單單 只是一個數字 我剛才提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數字 生育率 勞動力 參與率 多少新移民 這個不僅是一個數字的問題 數字遊戲 就是 其實最終 都是說一些比較主觀 比較主觀的特質 香港人感受 文化 這些其實都是 人口政策的部分 所以不可以只去追求 數字的目標 另外我們其實 我們只是單單在這裡 避免了人口政策這個課題 但是其實最終 香港人口政策課題 另外一邊就是 經濟政策 香港 香港場面 有沒有一個經濟政策 這個讓你們自己去思考一下 但是 你有一個 經濟上 或者社會上的 視線 只能夠定下 人口上的目標 和人口上的計劃 這個講到這裡 現在是 謝謝劉先生 謝謝劉先生